只有六班緩緩於新竹跟台北之間 所以它是簡單的一個站房 那麼這個站房除了有車廂 再來呢就是簡易型的用木頭用稻草所搭蓋的一個車棚 這就是我們最早的新竹火車站 那麼隨著時空1895之後呢 日治的新竹火車站就把這個稻草改成磚塊 那麼隨著運輸的需求在1913年 我們就在現在原來的車站的位置 興建了這一座1913年的新竹火車站 那麼當時負責監照的就是松崎萬長 松崎萬長是在明治維新的時代 被派遣到德國去遊學非常優秀的一位 甚至他遊學完了之後是停留在德國居住 那麼他在德國就專門去工建築 那麼輾轉的回到日本再來到台灣的時候 他負責在台北監照了很多公共建築 那麼他的設計專長就是用德國的風格 加上歐洲建築的風格上面 他建了兩個火車站 一個就是基隆火車站 一個就是新竹火車站 很可惜基隆火車站已經不存在了 那麼這樣子的火車站的建築風格裡面 他用的是哥德式的鐘塔的形式 然後呢整個建築的立面 就採用了所謂幾何圖形的各種圓形 三角形梯形半圓形甚至拱心石的建造 所以我們看到這一張是1913年建造的 那麼火車站建造完的時候 還是持續在這樣的功能 那麼一直到民國11年 台灣前線才完成空車 空車了之後在1926年 民國15年的時候 把陶竹廟合併為新竹周廳 所以從新竹的周廳到東門城 到新竹火車站 就取而代之的就是快速的街道 所以我們在這一張的老照片看到的是 火車站前面的 如果我們現在到新竹火車站的中正路 他早就變成非常熱鬧的商業區 那麼隨著時空的背景 在1945年的五月份 那麼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戰 接近末期的那個時代 我們知道日本人徵召了很多年輕人 包括台灣的原住民 台灣的年輕人 就要送往大東亞戰爭 就是現在的東南亞去當軍服 那個時候的火車站 我們經常會看到旗幟飄飄 然後把年輕人送到那個火車站的時候 不管這種離情一一的場面 甚至有很多的年輕人到現在都沒有回來的 這是我們看到的 當然1945年之後 新竹的火車站看到新竹的銳變 因為50年代到80年代 新竹從農業城市轉型為工業發達的加工城市 到1980年我們又轉入了科技城市 所以火車站周邊的快速變化是我們會看得到的 當然在新竹這個地方 我們有很多的庶民生活 譬如說每一年的7月15號 城隍也繞境的時候 台北的5月13號是霞海城隍的繞境 所以繞境的隊伍就一定會經過這個熱鬧的火車站 那不僅僅是這樣子 這是2004年台灣發起的首牽首顧台灣的時候 我們也看到火車站是一個場景 民國87年這一座火車站被指定為5G 所以火車站鐵路局就申請它為國定5G做了修復 那麼修復完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看到一個很完整 不被重視的5G存在 因為時間關係 我想我在這裡跟各位媒體朋友 記者先進做這樣的報導 謝謝謝謝溫老師 溫文龍老師 這是我們國寶級的老師